人的本性上 為何只會是男人好色呢? 男和女都是人 我肯定對性有需要有幻想的 我一開始拍攝的時候 我不是只拍攝這件事 我拍攝女酒是由C拍攝開始 以及在動漫節拍攝模特兒開始 我讀過一年的攝影課 有興趣就報了一個課學 然後跟身邊的朋友和圈子 你認識越來越多人 很多人都很幫助他肯教 我想我16、17歲左右開始拍攝 那時我覺得未有那麼多 當然現在就越來越多 因為這件事普及花 那時我認識的朋友 可能有10個 應該都有3個以上是女生 不喜歡怎樣拍攝 對吧? 最喜歡就是拍攝這兩樣 我想我本身那個人的性格 都是比較麻煩一點 我覺得我男朋友都可能比較多 因為我說話又不太遷就 當然說得好聽的壞術 那些會覺得開心的 即是有人欣賞 當一些不好的說話 我不會特別覺得不好 自己沒有什麼感覺 有些我自己是覺得 沒有那麼多所謂的藝術成分 因為我做這件事 真的很純粹地喜歡 我沒有想太多 即是會問我 想有興趣拍攝的女生 那個年齡的範圍很寬 但我越來越有個趨勢 就是很小時候已經問我 我有PM收尾十四十五歲的影文 但我會跟她說 我會說 先讓你長大一點 始終 甚至未成熟 我覺得 我也不希望 她拍攝完之後 兩三年來跟我說 她很後悔自己做過這件事 那就等 成熟一點 長大一點 才來拍攝 我覺得現在是女生看女 可能比兒子更多 所以其實 看女這件事 是男女通融 一定不關事 我覺得不關事 男性專利一定不是 始終男女有變 如果女生 把這件事很方便地說 一定會有些不好的說話 不是說你發孝 或任賤 但當越來越多女生 這樣說話 可能會少一些聲音 為何不開心 可能會有些訓練 看他 每個字幕 basis 谢谢大家